真不容易,大腕,你们来了 斜哥来了,准备好走了吗? 准备好 穿外套 你身边就带了吗? 护照带了吗? 干嘛呀 你来,我就想回去 不是 不是,是吸动吗? 是吸动,怎么回到 除此之外呢,各位在拍视频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 要学会调节出近人的情绪 你拍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带动你嘉宾的 或者出近人的这个情绪 不能让他们像死人一样 坐在镜头面前,对吧 而且这不只是你要带动 出近的人的情绪 其实你要带动所有人的情绪 包括不出近的摄影师 或者是编导,或者是录音师 就是,我是 反正我拍视频的逻辑是 我希望大家一起都 参与到拍摄这个环节中来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 不管是干嘛 这个东西很难用逻辑跟大家讲清楚 但是其实看视频的观众能感受到 就是,如果整个拍摄的氛围非常的开心 观众自己也会很开心 哎 我说默契 默契? 我要当拉克斯 所以他们如果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或者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 我在镜头另外一边我也会笑 然后大家也都会笑 就是他们看到了我们给他 针对他这句话做出的反应 他们也敢讲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你来我往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提 刚开始热身提 是今天热门排行榜上的视频 你们要准确的说出来标题 今天? 今天热门排行榜上的 我现在没看过 排行榜加热门 完了 现在能看过 不能 然后第二题 第二part是选择题 这个选择题就ABCD 反正你们自己选 这个就是抢答 然后第三部分呢 是图形题 就是给你们看封面 是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视频的封面 你们要完整的说出来标题 up主跟分区 但是是那种你们一定看过的视频 确定啊 确定 是那种入战必看的 ok ok 嗯 我开了这个钥匙 打不出来 有错是大了 基本上我们的视频都是一遍过来的 所以拍摄的时间非常快 其实你们拍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们下边 可以吗 哎没有 他倒了 他倒 别走啊 他倒回来了 我每个人坐在这个位置都要亲的 那是个不好亲 这个就是拉我都是完成的 对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拍一个同学图吧 还真啥 一盏子做我呢 两个废人你怕 哎呀 我们这一期主动拍 我们这个把子要用上吧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看你要不要用 拍完了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后期环节 那我们后期使用的软件呢 是Premiere跟剪映 那在剪辑的时候呢 我们剪辑的分辨率呢 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分辨率 是这个 用这个分辨率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观众 其实大部分人都在拿手机看视频 然后这个分辨率呢 刚好是手机的全屏 各位在剪辑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带导演的思维去剪这个视频 你一定要在剪的时候去想这一段内容 观众看了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删掉 其实我在这期视频里面呢 剪了非常多的内容 我准备了很多的题 但其实正片只播出了一小部分 我删掉那些题呢 就是因为他们答的不够有趣 或者说他们的回答没有 不是我想要的 我就把他们都删了 甚至他们答题的顺序 我都做了一个颠倒 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个效果更好一点 各位在剪的时候 一定要多想想这些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成片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那一天呢 就已经想好了我们的封面图怎么设计 好 准备 好 开拍 OK 波尔在看哪里的 看你啊 你在看哪儿啊 你得看镜头 你没看镜头啊 我没看镜头 我看了 OK OK 我觉得还可以 哈哈哈哈 第一张就可以 哎 可以的 可以 结束 然后呢就是标题 其实我是个起名废 标题都是大家几品想出来的 然后就是成片的一些修改 因为这个视频做完了 不可能一变成了 对吧 这个视频其实要发给两个出镜的人看一看 然后我们团队内部的人也看一看 我综合了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这个视频进行最后的几个修改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视频传到月流上面 去给大家做这个审阅 对 不是广告啊 朋友们 月流这个平台是一个神月的平台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视频传上去 然后可以分享一个连接 给所有需要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然后他们可以根据时间戳去留 哎 几分几秒 他就在旁边像弹幕一样告诉你 这个东西要改 那个东西要改 还是一句话 不是广告 但是听说我们是白嫖了人家的服务 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也蛮好用的好吧 视频改好了 标题洗好了 后面推做完了 一期视频就传上去了 一个视频的制作的流程到这就 结束了朋友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的 哎 大礼一键三连 哎 或者点个关注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我来当一次沈刘霞 看了本期视频你就会当白大 开玩笑的 不过确实有很多朋友在那个私信和评论里问我 哎 工商我想当一个UP主 怎么做 所以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聊 如何从零开始当一位B站UP主 这期视频呢将会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当B站UP主的心路历程 如果各位想要看如何拍视频如何剪视频的话呢 欢迎爱大力的一键三连 后面我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的 而且本期视频分享的其实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我说的就不一定是对的 各位不要把我的话当成了 至理名言去对待啊 都是我的一些工作经验 就是 保命声明一下 好了不啰嗦了 开始聊本期视频的主题 我总结出来的第一点呢就是别想太多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只是针对新手的 这个问题也会发生在我 以及我周围认识那么多的UP主身上 就是大家在做视频之前 会想非常多有的没的的东西 因为你想太多的结果 就是你这个视频这辈子都做不完了 尤其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就别想了 你做了视频就传吧 大概率这个视频没什么人看 大概率你这个视频可能质量也不够好 但是我说句实话朋友们 你迈出第一步 哪怕这一步非常非常的渺小 总比你原地塌不强 所以呢朋友们 我建议你别想太多 把你想做的视频就做了 而且我建议你别只做一个就结束了 你多做几个 你这个视频主题题材什么都不限 你比如说今天 我买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口罩 给大家看看 这是Happy王牌子的口罩 特别好 它哪好呢 它 哪好 口罩有什么区别吗 对吧朋友们 你是一个对口罩特别有研究的人 你就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横向评测 哪个口罩好 哪个口罩最不好 这不就一个视频出来了吗 朋友们 此时此刻你的目标不应该是你要在网上做一个爆款 而是你要把一个个视频做完 然后你在这个视频做完的过程中呢 你体验到了做视频所需要的全部步骤 不要小看过程的力量 朋友们 我所学会的一切技能都是在这一次次的循环中逼自己硬学会的 所以有想法的朋友们你就你就做就完事了啊 等你开始做视频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到第二点了 那就是如何寻找你的特色 那什么叫做特色呢 朋友们 我们可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啊 我提个up主的名字 各位可以把对这个up主的印象打到弹幕里面去 好吧 第一个up主 拉克斯 肯定弹幕有很多人说墨镜男孩石井去up主 鹅牙沙喜欢第一轮裸点三郎 再例如 红尘滚滚 弹幕此时此刻就飘过去了 谁也不认识 差无此人 你叫谁啊 朋友们 这些就是特色 那所有你喜欢的up主 基本上都有一个自己的特色 那如何寻找这个点呢 其实也不难 对吧 我们就举三个圈 第一个圈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第二个圈是你会的东西 第三个圈是观众想看的东西 然后在那三个圈交接的那个点 这个点就是你的特色 此时此刻大幕估计肯定会有人说 我其实什么也不会 我能不能做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趣且独一无二的 我觉得你缺的只是一个擅长去发现那个点的眼睛 话说回来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需要你去碰的 各位可以多尝试几个不同你感兴趣的领域以及题材 看看哪个方向在数据上面表现更好 各位就可以根据数据好的那个方向再继续深更更多的内容 这个过程有的人试一次就成了 有的人试了很多次都不成 这个东西呢 各位只能慢慢的尝试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想 就是首先你是做什么的 例如说你可能是学生 你有可能是老师 医生 律师 出租车司机 其实你在B站上你会发现大家的身份都是很多元化的 不代表你的这个东西小众就没人看 我觉得你的身份大概率就决定了你做内容的方向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正在做的这个领域里面 有没有什么空白的地方 对吧 你去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 然后你去看看哪些东西大家说的少或者说的不够 这个就是你可以切入的一个点 不要觉得在你的视角里面稀疏平常的东西 在别人的生活里面也是那么常见的 那聊完这一点呢 接下来是第三点 就是如何制作一个好的视频 那我觉得一个好的视频呢 一定要包含最基础的四要素 分别是故事的开始 故事的发展 故事的高潮和故事的结局 说人话就是你这个视频点有头有尾的哈 不能就是大家看了一半 呃没了 那这个视频拥有了这四要素之后呢 我觉得它也不能算是一个好的视频 我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视频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非常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觉得你这个视频的观看体验将会非常的差 所以如何把你的视频从合格变成好呢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了 各位在做视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那就是你要明白你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例如说你点开了一个游戏实况的视频 那你点开之前你肯定期待这个视频是这个游戏的一个游玩的视频 对吧 假如说你点开了之后发现它变成了一个手机的评测 你肯定会觉得这个up主是不是脑的有点病 对吧 所以你要明白点进这个视频的观众想要看什么 然后并且把这个东西给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不然的话你大概率就是标题档了 在你满足了观众对你的需求之后呢 我觉得你的内容可以再延展一下 那这个内容上的延展呢 最后无外乎会落到两种不同的类型上 一种是新鲜感 一种是共鸣 所以你会在B站看到很多那种炫富的视频 开几千万的跑车 买几百万的表的视频 点击率非常的高 或者是那些吃播的视频 点击率也非常高 就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视频呢 就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 很新鲜 那共鸣呢 一般都是情感上的共鸣 例如说去年最火的视频 二舅 例如说那些生活中美好小瞬间的魂简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嘛 其实我个人一直认为影视飓风是 所有up主都值得学习的标杆 他们的视频非常的工整 例如说他们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视频是什么呢 用超高速摄影机拍摄魔术师的表演 这些都是给观众提供新鲜感的内容 而且他们这种视频呢 他们非常的明白他们要给观众惊喜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剪辑以及整个内容的策划上面呢 每一分钟都在想如何的去刺激观众的感官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而影视飓风做的那些给观众提供共鸣和情绪价值的视频呢 其实他们做的非常的有章法 例如说他们之前收集粉丝的画 然后送到天上的那个视频 其实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内容安排 最开始他花了一小段篇幅去跟大家讲 把这个东西送到天上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然后接下来进入这个故事的发展 就是他找了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们在找他们的朋友们 然后最后惊动了很多人去完成这个项目 制作这个设备 在故事的高潮部分呢 就是他们去发射这个设备 然后他们在高潮这个部分呢 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技巧 就是他们最开始先用一定的篇幅去描绘了 他们这个东西飞到天上掉下来了 然后之后再也找不到在哪了 而且一直跟观众突出 他们的时间所剩不多 而且他们只剩下一台机器可以往天上飞了 让观众一直有一个低起来这个心的感觉 对吧 最后发现哇成功了 太牛了 他有一个情感上面的宣泄 然后最后进入这个视频的结尾 其实这个视频是一个非常非常教科书级别的好的视频 各位如果真的想做这种类型视频 可以多看那个视频 看看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用了什么样的技巧 让观众继续看下去 当然了哈 这些技巧好用归好用 各位不要什么视频都用 我以前看到很多视频 就是什么去什么私人公馆吃个饭 哎 前半段是吃播 然后后面突然的升华到了 哎呦 那个跟他一起吃的那个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最后突然升华了一个小作文 突然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个情绪共鸣的点 然后我就 啊 人和人的情感是没那么容易相通的 如果就是没有的话 就别硬夹了吧 如果你的视频这些点都能满足的话 我觉得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阿富足了 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如何无限进步了 哈哈哈哈 就例如说周庚嘛 对吧 朋友们 其实周庚是一件非常有压力的事情 就例如说我每个礼拜都要想办法拿出一个视频 让你们觉得有意思 我这脑海里面有这个想法 我就觉得压力山大 头发狂突 你知道吗 除了周庚以外呢 你还要想办法的去提升你的拍摄 你的剪辑水准 你要学会如何的去营销你自己 你要天天去研究 例如说B站这个平台 现在的算法往哪走 例如说 啊 B站接下来大的变动 B站接下来 我听说真的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各位就是 我反正听到的版本让我觉得 不好说 朋友们 很难评价 要学会不断的进化自己 而且当up主只是一个职业选项 对吧 例如说我一直以来都有在考虑 要不要去加州去学如何拍电影 我一直在想 这些都是人生嘛 很广很大 大家不要把当B站up主 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 接下来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最后一点 就是要学会持之以恒 其实我几乎没有碰见过 那种上传了第一个视频 就在网络上面爆红 然后在接下来发的每个视频 大家都贼爱看的人 我真的生活中是从来没见到过的 那个人不一定会赢到最后 但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一定赢麻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今天这个视频我觉得还是蛮模糊的 很多的点没有跟大家细讲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大概的了解应该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一键三连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里面聊一聊 你希望我接下来聊一些什么样的主题 而且我也不会只有我跟大家聊 我会请一些我认识的up主朋友们 跟大家一起聊聊你感兴趣的话题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886 今天我们的宵夜酸豆角若末意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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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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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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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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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